镜子是用什么材料做的? 镜子是一种表面光滑并且具有反射光线能力的物品 制作镜子的主要材料是玻璃 镜子分平面镜和曲面镜两类 常见的镜子是平面镜 常被人用来整理仪容 在科学方面 镜子也常被使用在望远镜、镭射、工业器械等仪器上 曲面镜又有凹面镜、凸面镜之分 主要用作化妆镜、家具配件、反射望远镜、汽车后视镜等等 无论是平面镜或者是非平面镜 光线都会遵守反射定律而被面镜反射 反射光线进入眼中后 即可在视网膜中形成视觉